我是赵少康,你来到赵少康时间内现场,特别股市现在上涨42点,涨42点,美股昨天台股大涨了113点,美股昨天就乏善可乘,差不多平平了。 道琼小涨25点,小涨0.07个百分点,NASDAQ小涨0.36个百分点,S&P500小涨0.2个百分点,费者半导体大跌了0.89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也是涨得互健,英国小涨0.43个百分点,破坏个小涨0.27个百分点,德国中涨0.6个百分点,台股现在涨44点。 大家关心天气这台风怎么回事,好像没事了,说在原地没动,照理想应该雨啊风啊都应该比现在大才对嘛,今天7月23号,明天7月24号,第6号台风,烟花了,很好听啊,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呢,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南部山区有震雨或雷雨啊,沿海有8到10级的强震发来当人嘛,台风啊,长浪。 哦,焚风,明天东半部有焚风发生的,今天就是台东啊,北北基温度26,温度就下来了。 26到31度,陶竹苗26到30度降雨距离是80到90,中章头25到32度降雨距离70到80,云嘉南25到30度降雨距离40到80,高平25到32度降雨距离50到70,宜蘭26到30度降雨距离90,花莲27到33度降雨距离30,台东26到33度降雨距离20,外道26到32度降雨距离30到70, 所以降雨距离都蛮高的啊,都是都是可能会到了80%90%会下啊,东部花莲台东比较少了,只有20%30%那温度低了啊,低一点啊,不是3536的,都是大概30,31,32这样,风嘛,天气比较凉一点啊,全世界这个气候都很诡异啊, 那河南郑州暴雨迟了33个人啊,街上浮尸,触目惊心,中国大陆河南呢,持续暴雨,官方最新统计,死亡人数增加到33人,至少300万人受灾,郑州5公里长的京广路隧道完全淹没,死伤数字难以估计,所以现在讲说33可能只是表面的一个数字啊,还会增加啊,大陆河南好雨成灾,省会郑州灾情惨重, 地铁5号,5号线淹水啊,酿成12人死亡,事后遭到质疑,郑州气象局连发5次暴雨,红色预警,地铁站不关,那也有学者批评郑州的主城区,这是防范不足,可是地铁局的人是说呢,大家要下班啊,我不能不给大家下班啊,哎,这麻烦啊,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郑州暴雨导致全长5公里的京广路隧道,短时间内就被淹没, 瞬间淹没上百辆车,惨的是车上跟路面都可以看到尸体,报道指出水位最高使达到6公尺,只有极少数接近隧道出口的民众可以逃生,估计隧道深处可能死伤惨重,隧道口堆满了漂浮的车辆,车子在里面呢,你想想看哦, 道路媒体报道呢,京广路段从北向南三个隧道正进行抽水排水作业,作业进行八小时,排出超过一万八千立方公尺的水量,有些学者认为,这次灾害凸显出,内陆型城市普遍对极端降水引发的城市灾害,了解太少,你去想那个惨状啊,开到隧道里,突然一下雨,然后隧道里面都是水, 6公尺高,车子都淹进去,没有办法,你这个叫天天不赢,叫地地不赢,你我哪里跑啊,这件事在里面,现在在抽水,抽一大堆水来,最近的问题哦,就是,就是,你不知道,没有,人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跟你讲说,这次的洪水,他们说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什么叫百年呢,你对那个二三岁的小孩来讲,什么百年, 不知道百年什么嘛,只有那个一百岁的人知道百年什么,那还有说是千年来最严重的,千年,那个没有办法想象啊,没有办法想象,前一阵子,德国不是发生水灾吗,德国很惨吗,梅克尔还去了嘛,那边的人就讲说,一向平静的小河,突然变成猙獰的这种可怕的,等于是一个,泛滥成灾的这种,这种可怕的河, 那他们说,之前有警告他们了,说这可能是数百年来最严重的,那居民讲说,我没办法想象什么叫数百年最严重啊,我活在这里,这个河就这么平静啊,什么叫数百年来最严重呢,就是,讲法就是,没有见过了, 那这个世界的气候就爆裂,就是很凶啊,你看台湾就看出来了,不下雨就不下雨,下雨就给你下很大啊,就变成这样啊,美国宣布制裁古巴官员,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表示,这只是对哈瓦那当局寄出,惩罚措施的开端啊, 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今天表示,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将制裁古巴国防部长,跟内政部一个单位,其中古巴国防部长罗培米兹拉,资产遭到冻结,而古巴内政部特勤队资产,同样遭到冻结,因为他们在这个月稍早,镇压古巴抗议时,涉及侵犯人权, 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指出对古巴官员及政府单位的制裁只是开始,美国会继续制裁必须为压迫人民负责的人,拜登说,之所以制裁古巴国防部长跟内政部单位,是因为他们推动镇压数以千计,罕见公开上街反政府的抗议者,美国将古巴政权追究责任,将向古巴政权追究责任,坚定支持国巴人民,并且正与美洲国家主持等区域伙伴密切合作, 施压古巴当局立刻释放,遭到不当居留的政治犯,恢复网络连线,允许古巴人民享有基本权利,古巴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先前有成千上万的古巴人爆发抗争,走上街头喊独裁下台,据报道至少一人死亡,百人遭到拘捕, 就是美国对古巴呢,古巴就在美国后面嘛,佛罗里达下面就是古巴,所以佛罗里达里有很多的古巴讨论那边难民啊,移民啊,反共的,古巴还是共产国家嘛, 那他们之前想要暗杀卡司署很多次的各种暗杀,卡司署的九命怪猫居然都逃过一劫,那美国怎么会允许自己后院, 就是他下面,是个共产国家呢,但是一直到,这个之前吧,欧巴马时代吧,才跟古巴建,恢复邦交, 哦,那当然也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了,那现在看起来呢,美国要制裁古巴,哦,就是他不是,不是他朋友的时候呢,他也没什么好制裁的,也制裁了,也制裁了,以前一路是制裁的,不过就是那样了,哦,那现在有,有,有大使馆了,就是有邦交了,还制裁,哦,那主要是前一阵古巴也爆发居民上街,这是很多年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民众上街头了,各种抗议啊,等等抗议, 特别是疫情造成古巴经济也很严重,美国我想也想趁势,看能不能把这个共产政院给他搞垮台,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去制裁古巴的官员,那古巴这些官员原来在美国根本不会有什么财产的,只是因为他现在建交了以后,搞不好也制了一些产,就惨了,哦,所以你搞政治,最好不要在美国有什么制,制什么产,到时候呢,就制裁你了,那个香港不是一堆人制裁吗,被制裁,老美,老共现在也不少人被制裁了, 好,那么,以色列调查网路间谍,法国总统马克宏换手机,马克宏不到日本去了吗,国际特色组织揭露,以色列软体商都受监控软体给他国政府,用以追踪特定人士,法国官员表示不确定总统马克宏的手机是否遭害,但已经采取安全措施,更换马克宏的手机跟电话号码。 先前有报道指出,法国总统马克宏从2017年开始又频繁使用一支手机号码,被摩洛哥情报机构列入攻击名单,官员表示如果相关消息属实,官方会严肃以待,当局将展开调查,而在相关消息正式以前也已经采取安全措施,更换马克宏的手机跟手机号码。 德国总理马克宏呼吁对间谍软体施加更多限制,国际特色组织揭露,以色列软体商NSO集团兜售监控软体飞马给他国政府。 这是用来追踪,用来追踪。 来连线,看看到底他们今天晚上要开幕,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陈凯你好。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那现在东京的情况怎样?听说疫情也蛮严重,你们是不是紧张? 对,其实东京昨天都发出的讯息是,前一天是1800多个,然后昨天变成1900多个。 而我倒是东京第一天是1400多,就是这个最近这一个礼拜多来啊,疫情从本来的每天1000多人左右,像是标标标标,现在快一倍了。 他们专家说可能在9月,就8月初啦,就到了这个月底啊,8月初可能会到每天2500个,甚至到4000个都有可能。 就是这个疫情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到奥运结束以前,不会往下掉,顶多就是持平,很难再往下掉到奥运之前的数字。 就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幕,可是呢,这个数字是东京都当地的民众啊,怎么样,确诊啊,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媒体啊,对资源代表团活动的范围,基本上跟民众的动线是分开的。 分的开就是了。 分的开的嘛,不是说还准你们出去到超市啊,什么到外面去,不是还有外国记者跑去玩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有人跑到前逃市去玩去,就被抓到这样子,就是说,原则上按照大会的规定的话,这是可以分得开的。 可是,其实在东京这次限制大家的行动部分,老实说,破口很多,真的破口很多,就是我们守规矩的守规矩,但是你不守规矩呢,也可以不守规矩,而且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包括像,本来说是前面两天刚到的时候说,你可以到旅馆外面去15分钟之内的路程,你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啊,买个东西快餐回来吃,这个OK。 因为旅馆你关在里面没有东西吃嘛,你总是要吃东西的。 那后来呢,或者就点面说,哎,怎么有人已经跑出去玩了,有人去喝酒了,什么之类的。 就是一万五千多个媒体记者,全世界你说你要控制他们的这个,控制他们的这个行动自由,其实小党在人身上嘛,你怎么管啊? 本来大会是说,他们有设定一个APP,这个APP会有GPS,会用你的手机来定位你的位置追踪,但是实际上我们再来这一个快一个礼拜,其实好像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也听说有人说,你说一万五千个记者那么多啊? 有啊,有啊,其实选手一万人,然后一万五千的记者,另外还有一万个所谓的转播人员,就是因为很多很多项目要转播那种电视台,那个广义上来讲,他们也算是这个媒体之一啊。 就是他们可能是负责转播啦,导播啦,那些人在颁布在各个场馆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媒体部分可能要到两万五千人,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人来这样子。 嗯,那所以这些人到时候可以进场吗?不能进场?晚上开幕? 就是看工作性质啊,就是看工作性质啊,像我们媒体的话,昨天是发了这个媒体的这个票啊,就是说在,以过去来讲的话,开幕式,比如说六万个位置里面大概会有八百个位置啊,是六百到八百个位置是有这个,是媒体席是有桌子的,你可以到,就是有个桌子可以放个电脑,发稿对对对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差不多数量的,所谓的没有桌子的媒体票,就是把你放在一般的观众席, 没有桌子,但是你还是可以进场来看,那大概是过去的惯例,那这次大会其实并没有公布说到底有多少张,但是我想跟前姐差不多,因为我们代表团昨天就分配了,还是一样的票数,大概就是十几张左右,每一家媒体分一张,我们中广也是分了一张这样子,就是说可以去,可以去开幕典礼啊,但是呢,这个现场的情况,你说你隔壁坐的媒体,他昨天往外跑出去玩,那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警觉心还是要有,虽然说原则上你的动线跟外面 市区是分开的,可是你其实你不太知道每个人的行踪这样子,你们大概要怕的就是媒体本身这样,对啊,媒体的同业人员啊,其他同业人员啊,对,就是因为你在坐车子也好,就是你路上说,其实过去这是一个奥运会上面一个很好的大家交流的环境,你会碰到叙利亚人,你会碰到乌克兰人,你会碰到美国人比利时来跟你换小礼物换小礼品,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场合,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场合可以像这样的奥运, 这样可以大家就是跨国籍,而且共居一趟,其实这个是感受是很深刻的,可是在今天这个环境底下,就是你觉得说,如果你把每个人都当成确诊者的话,那这个环境也是很可怕的,那我自己在目前在媒体这个中心在这几天在行动,我觉得大家的感觉起来大家都还好,就是说该聊天还是聊天,那你反应到人就是这个退远一点嘛,跟每个人保持一点安全距离,然后我们每天做这个PCR检测,每天做这个PCR检测,每天做这个PCR检测, 每天吐口水,每天吐一罐口水这样子去测,就是这些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当然,出去的话我一定会戴口罩,我还买了一个那个鸿海的面罩,那个好准备服务的,蛮贵的,一千多块好像,对对对对,那还蛮贵的,可是那真的很好用,就是不管你怎么呼气干嘛,都不会洗,我就是跟没有带,没有带差不多就很清楚这样,那还不错,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在地标的装备这样子出去这样子,把自己准备好再出门,是因为他们送了我一个,我一直没用, 请问,你那天坐飞机就跟那个戴志颖同一个飞机对不对,对对对对,他坐经济舱第一排,我坐经济舱最后一排,有差别吗,吃的都一样,对对,商务舱都一样,然后吃的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对其实我觉得,因为他都是隔个人坐嘛,所以其实是蛮宽敞的啦,他的飞机也是大飞机这样子,当时在飞机上,有没有人抱怨,团圆,就是 没有人当场抱怨啦,就是大家都坐下去嘛,那坐下去也不会有人说站起来说我啊,我就是不要,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像小戴他也只是贴了一张照片,事实上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都很开心啦,我们一下飞机台北就打电话来说,哎,你知道出大事情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不是刚才坐那一个飞机上吗,原来小戴就贴了那个ID就好像就烧起来了这个样子,那其实小戴他自己是不是想要造成这样的风波,我觉得也未必啦,因为他可能就是到哪里去, 去说打个卡嘛,拍个照片,他以前做惯了长荣,就是做华航就写一样,他可能言者无心啦,但是听者有意就迅速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以前做长荣,是因为长荣有资助他吗,或是有给他升等吗 有啊,长荣他是战术选手,所以出去的话只要长荣的航线所及,他一定是做商务航,只要长荣有到的地方,那没有到那就没有办法,有时候可能跟其他的联盟合作啊,说看看瞧一下,但是那就不一定这样子 我们这个代表团去算是,算是说是最大的代表团啊 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以前像92年啊,或者是像上次零四年雅底奥运,那时候最多是88个人 可是那一次是因为有棒球跟累球,棒球20个,累球15个 所以光是团队的两个团队就35个人,所以在其他人大概50几个人,所以那个就88人,那是史上最大的团 那这一次是因为棒球我们就没有参加嘛,那累球是后来没有拿到资格 所以我们就还是,就是没有团队的情况下,我们这个人数是最多的,到了68个人 对,所以说是这个非团队人数最大团 好吧,那到底我们这个夺奖的希望如何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以后再继续跟陈凯连线 请你等一下 我是赵少康,和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要跟人在东京的中广的TV记者陈凯来继续连线 陈凯,可以听到吗? 是,可以啊 听得到,很清楚 是,今天我们中华队就有人上场比赛是吧? 对,其实就在现在连线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划船选手啊 是第一个上场的,黄毅庭啊,他在女子担任双奖项目呢,今天就先上场 是 这个23号上午就已经有比赛 那另外呢,在射箭场上呢,我们的,今天早上是女子啊 我们的女子三位选手要先进行所谓的排名赛啊 这个排名赛就是每个人先去射 射完之后就确定你这个在这一次比赛里面的,就达这个成绩去做排名 后面你要开始射64强的淘汰赛 或者是团体要排总指,都是根据今天的排名赛的成绩来作为依据 早上比女子,下午比男子 所以今天中华代表队的第一天是算起来 这其实算是第零天啊,因为通常在国际上观念来讲 就是开幕典礼那一天是第零天 第零天我们就已经有三项的比赛啊 包括了射箭以及划船的项目呢,就会有成绩出来了 划船是不是8点就开始了 对,在8点开始了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比赛是也有很多个项目 有男子的担任双奖,有女子的担任双奖 然后还有分组啊,因为你三十几个选手嘛 所以你要分成六组 那黄怡婷刚好是最后一组,女生的最后一组 他前面有男生,还有其他的选手 所以他就排到大概快要十点半这样子 所以现在还没有比就是了 对对对,现在应该是正在快要比或者正在比这样子 我看这个,比如联合报今天的这个分析 他说,我看有机会的女子好像比较多嘛 女子举重郭幸存,女子羽羞带志云,女手空子道文志云 女子拳棋,陈念琴,林玉婷,女子社界,女子柔道连甄林 男子体操李志凯,男子田征,彪香郑兆村,男子跆拳道 刘威婷,卓球混霜,刘静怡,林如君 我看女生站很多,我们女生比较厉害是吧 对对对,这个简单讲,我们有这么一个玩笑话 说我们台湾的选手出去啊,都是靠老弱妇孺拿成绩 老弱妇孺就是说我们要什么长青运动会啦 或者什么这个残障运动会啦 或者什么青少年运动会啦,我们成绩很好 可是真的要比较成人等级的比赛呢 我们这个就是要靠妇人,要靠妇女生撑起半边天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基本上这个女子运动啊 基本上全世界发展的情况是比男子要来的慢的 就是说大部分男生先玩嘛 然后女生的话有些尤其是像这个穆斯林国家 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回教律法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女性选手要参与运动的机会就少很多 那你参与的人少 相对来讲那些有参与的人来讲出头的机会就大 所以说有些项目我们以前叫女子举重啊 女子跆拳道啊这几个项目我们甚至叫女子角力 我们都是最早参加的几个国家 那那个当然一方面就是没有没有那个回教就少了 就少了四分之一人口啊 全世界少了四分之一人口 女生就少了四分之一了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快的话 早一点快的话就比较有机会拿胜利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女性运动的权利啊 在所谓的经济上以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跟未开发国家 女性运动权利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也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你看到那些最世界上最好的女性选手都是欧美国家嘛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把孩子跟男生女生跟男生一样养 那这个所谓的运动的权利是平等的 所以他们就这个经济上发展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这个很多国家 印度还有什么同养席啊什么这种的情况的话 他们的女性选手要出头的机会就是比男子选手要来的辛苦 要来的艰辛一点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我们的选手比较 我们也算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嘛 所以我们的孩子基本上男生跟女生从小发展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在哪些有夺牌的机会 我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夺牌的机会项目可能是历届最多的 我还是要讲就像刚刚联合报写就写了一堂串 但是老实说啦各个有机会 你说有把握的可能只有三到五项 三到五项我觉得是有要把握的 哪三到五项 当然第一个还是要讲到举重的郭欣春嘛 因为他的这个成绩是超越世界纪录的成绩 然后他这个量级其他选手的成绩都跟他差一大戒 他都不需要超水准 他只要不失常稳稳抓应该是金牌到手 这个是他这个长久下 这个项目这个量级来讲 他是没有敌手的可以这样讲 而且举重是一个比较不会失常的项目 因为他没有对打嘛 他没有什么当天状况 就是自己的表现 对就是自己的表现 你自己能够发挥的正常 你应该金牌就可以落袋 那这是一个 我觉得郭欣春当然还是先张提 但是其他像这个举毛球的戴智颖 他这个是目前是二号种子 他过去的经验 跟他过去比赛 事实上成绩是有一定水准的 或者像空手道的文志宇 以前拿过世界第一 甚至于我们女子拳击有四位选手 曾经有两位是 两位是现任的世界排名的第一 但是因为拳击这个项目就是要对打 对打其实就变数比较多一点 因为你就是挥过去挥过来 当场那个三分钟四分钟 就跟跆拳道一样 跆拳道我们也很有希望 跆拳道过去几届几乎都拿到奖牌 只有上届没有拿到 但是跆拳道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拿到奖牌的项目 那其他像今天 像如果以赛程安排的话 今天是23号 24号第一天上场的时候 我们就有两个项目是有机会的 我们说有机会啦 我不敢说一定 就是说包括了这个射箭 还有我们的这个 另外一个项目是射击 这两个项目都是我们认为选手的成绩 在世界到达前三 但是临场的发挥 当然就要看临场的状况 那24号就我们的桌球的混霜的 林依如这个组合 跟郑怡金的组合就要上场 所以说我们可能从开幕第二天开始起 我们就可以迎接奖牌落代 就是以前 以前你会觉得我们好像前面开幕了 七八天都一块牌都没有 大家就很紧张怎么办怎么办 没有牌怎么都是零 都挂牙胆 跆拳道怎么时候来 这次跆拳道就不是排在后面 这次跆拳道排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开幕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项目多 二方面我们也有一些项目 是有讲台机会的 一共几天啊这次 这次一共大会安排是17天 17天安排 从7月23号排到8月8号 这个是国际型大型奥运会 这个是国际奥运会 大概开出来这个规模 基本上就是以300项左右的项目 大概需要一万零五百个选手 大概要比到17天 才会把所有的比赛都比完 他是有设计一个这样的规模的 他不会无限制的膨胀 不然的话这个奥运会会办不完 而且会办不起 现在其实奥运很多国家 已经办不起了 想办的国家越来越少 这是国际奥会慢慢慢慢的隐忧 因为大家想办的 不是每个国家都跟日本一样 这么认真的想要去办奥运 然后他们又是刚好又碰到 这个新冠病毒了 所以弄成这样子 日本花了很多钱 是非常非常多的钱 事实上日本不管是他们从基础建设也好 然后整个场馆的翻新也好 甚至于是到了国家队的培训这部分 老实说日本在这次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老实说现在也不能有观众 好像那个主场优势都没有了感觉 都没有了 可是他们这七年来 在国家队的培训 每一个项目的培训 事实上都有很大幅度的体制 就是各个项目的选手的水准 因为资源多了他们自己又又很爱国 就努力的拼这样子 就每一个项目以前你觉得日本 不是一个体育大国 因为他们有些项目确实是没有到世界水准 可是为了这次奥运他们地区 我们要休息一下再会 是赵少康 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贝国师现在上涨92点了 我们要继续跟人在东京的中广体育记者 陈凯来连线 陈凯 是 好 你刚刚讲日本 日本对很努力 也没讲到一半 来继续 日本到底到底 这次他们应该有机会 夺得比较多的牌吗 对 我要说的是日本很多项目 就这七年当中 就出了非常多的好的选手 就像我们可能台湾比较喜欢篮球 以前日本篮球跟台湾就是说 差不多差不多 可能比我们稍微强一点 但是真的就是亚洲籍球队 每次奥运会比赛 就是说都是大陆区 或者是伊朗 因为伊朗有波斯人协同 身材比较高大 亚洲代表不是大陆就是伊朗 你不会想要是日本 但是日本就是地主 所以他们这几年 就可以说整个国家队的篮球的实力 就大幅度的提升 不但除了现在有三个 应该说是两位现役的NBA球员 在巴春蕾 跟渡边雄泰 已经在球队里面了 然后这个日本队 其实他们的实力 也几乎提升到了 所谓的世界等级 可以跟世界各国来拼拼看 热身赛的时候 日本南南队还三分打败了 法国南南队 法国队可是有六七个 NBA球员的球队 就是说这个球队 他们在这六七年下来 不管是选讯计划也好 不管是找外籍教练也好 甚至于是找所谓的混血球员 因为日本人人种就矮 那他们就找每日混血 什么混血 奈及利亚混血 现在搞得全队 三分之一都是看起来 不是白种人就是黑的 日本人已经比较少一点了 所以说他们用很多方法 去推广他们的 去加强他们的篮球队的实力 那是很进步 就我们台湾再来看 我们是很羡慕的 因为那种感觉就是 那七年前这些你们跟我们也差不多 搞不好我们还可以打赢你们 那七年下来 这完全就已经不置在同一个等级上面了 当然他们也不是只有篮球 其他像游泳 像足球 甚至他们比较冷门的曲棍球 加上他们本来就很强的角力 柔道 这日本这次他们 这两天我在当地看 他们都很兴奋 因为累球队先比 累球是开幕前先比 连续二连胜 对最先打二连胜 先打澳洲再打墨西哥都赢 然后昨天晚上又这个 男子女子球队 踢赢南非 然后踢合加拿大 他们都很开心 虽然不能去现场 可是捷报一直传来 这个就是办运动会 一个很大的效果 就是说当你看到你的选手 准备了这么久 然后就是为了这一刻 然后每一天 这个胜利一直传过来 整个国家的明星士气 是会有因为这样而振奋的 我想这个在四年前的 台北四大运的时候 我想台湾的观众 也很明显感受到那种感觉 就是每天都有选手上场 每天都要去拼拼看 这样子 每天都要为国争光 那种地主的优势 是在这种时候展现出来的 好 那今天开幕有什么特别吗 对 开幕式现在其实在 往年每年开幕式的 这个节目内容 他们都会被列为 所谓的最高机密 都不会讲太多 但是呢 这个日本媒体 就每天去那个 这个比赛的场馆 挖一下挖一下 对对挖一下 因为你会有预言嘛 你会有什么嘛 对不对 那个一定要飞出来 所以他们就在外面 偷偷拍拍 目前得到的资讯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这次会有一个 非常盛大的 无人机的表演 不知道这个 赵先生以前 有没有看过 那个平昌冬奥 三年前的平昌冬奥 那时候他们用 一千两百架的无人机 晚上夜空 一闪一闪 很漂亮 那个排队的图形 这个千变万化 真的是视觉上的饗宴 上次是一千二 这一次总经 他们要开到一千六 再加四百台 所以代表日本的科技的水准 从某个角度 对 这个我不太决定 是日本科技 或者是Intel 因为据说是 这个整个的专利权 在那个Intel手上 就那个机子 那个机子 怎么去整合协调 怎么一起飞 一起落地 那个城市 好像是在Intel手上 但是当然日本 就是花了很多 也把很多尖端科技的研发 放进去 就甚至像我早上看 他们今天早上就在讲 那个开幕迭连 那个竞技场 国立竞技场 新盖的 新盖的 他们做了风动实验 从北边吹过去的风 冷风就会被挡住 从南边吹过来凉风 就会可以吹进球场 就是你坐在不同场面 它的不同的位置 它其实是有 不同的风向通过 通风凉快不热 就冬暖夏凉 这种概念这样子 就是说 他们其实把很多 建筑的科技 新的科技 就放到他们这个 新的建筑 那这是建筑的概念里面 那当然这次不是只有 一个开幕典型场馆 还有很多其他场馆 就是说 一并去做更新 一并去做诊建 那让这次的奥运会 这个诊建出来的场馆 当然在结束奥运之后 可以帮这个东京的市民 留下一个等于 一座座的 二三十座的这种 国际世界奥运等级的场馆 就可以让这些市民来利用 这是他们这次东京都 整个也是所谓的 都市更新的一个方式 利用这种 利用这种国际大的赛事 或者展览 提升水准 提升基础建筑的水准 那你们 你吃住都没问题吧 吃的话 因为我自己是吃淡奶素 这个相对来讲 就比较 相对比较麻烦一点点 不过这个新闻中心 它这边中午会提供素食餐 那我在这边吃了两天 那还好 那平常的话 早餐跟晚上 就是它旅馆附近 还是有这个便利商店 你去买个吐司 买一点这个东西 豆腐 蛋面包 牛奶什么的 都还算OK 还应付得过去 事实上记者在每次奥运会 大概吃东西的时间都很少 这是实话 真的 因为你每天要赶车班 你要去哪里 去哪里 其实第一要件事是去工作 对 场地就到处 你去赶两趟车 等两趟车 你半天就不见了 一天最多跑三个场地的极限 通常是上下五个一个 那已经很累了 就是跑个几天之后 你觉得每天都在坐车 然后等车 坐车等车 车子还会误点 还会拖班 你要继续等下一班 这个就是不足为外人到 但是能够到这个奥运场地来 我想还是 大部分的记者 还是会很珍惜这个机会 可以到四年一次 五年一次 这样子的全世界盛会 你可以参与其中 盛为其中一份子 我觉得还是很光荣的 好 那么多保重 也希望能够传回 传回我们中华队的夹击 希望马上就返回来 好 谢谢陈凯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 我们看台股现在上涨73点 刚刚94几点 现在稍微下来一点 有一个新闻 外点刚刚没时间讲 韩国人实在是花样很多 韩国炮菜要改名了 韩国炮菜改什么名呢 英文名字不叫做Kimchi吗 Kimchi 那我们就韩国炮菜嘛 Kimchi 比较像他们韩国人念法 Kimchi 是韩国人的骄傲 韩国人的国民美食 比如我们如果去吃韩式烤肉的 他就一盘 鲜来的一桌子 我是赵少康 我回到赵少康 是你的现场 台北国人现在上涨75点 韩国炮菜要改名了 要改什么名呢 叫做辛旗 以后不要讲说韩国炮菜 要讲辛旗 到韩国料理店讲 我要你过一些辛旗 辛辣的辛 奇怪的旗 英文叫做Kimchi K-I-M-C-H-I 那主要去年呢 中国大陆跟南韩 为了这个吵架 大陆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 ISSO 对发源从 四川来的腌制蔬菜 定名英文叫做 Pau Thai P-A-O-C-A-I Pau Thai 那的认证 炮菜的认证 大陆官媒 环球时报报导 韩国的炮菜中祖国 已经名存实亡 好了 这下惨了 韩国人就生气了 韩国政府表示 说你们这个标准呢 什么炮菜 只限定于四川炮菜 跟韩国炮菜无关 我们韩国我们不叫炮菜 我们韩国叫Kimchi 那Kimchi是炮菜吗 但是呢 中文里面没有 Kim 对于对照的音节 Kim Kim 没有这个音节 所以呢 不能准确的翻译 南韩的农林续产食品部 比对八种大陆的方言 他找出大陆最通弦的八种方言 比对以后呢 建议把Kimchi翻译成 辛齐 说这个辛齐呢 跟韩国原文发音相似 而且让人家联想到辛辣 跟辛齐 辛辣就韩国炮菜辣嘛 而且很辛齐 所以呢 韩国炮菜的正式中文名称 中文艺名叫做辛齐 辛齐要注意 就这样啊 也不要笑啊 当时我们以前都叫寿叫汉城嘛 对不对 叫很久汉城啊 最早我们说南韩 韩国跟我们是兄弟之邦 我们就很亲切啊 韩国就生气了 为什么是帝啊 你们兄我们帝啊 什么兄弟啊 不高兴 汉城也不高兴啊 汉什么你大汉 汉朝我们是你们下面的一个城啊 汉城 什么汉啊 我们是大韩民国 跟那个汉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就硬要把汉寿改成首尔 跟他这个原因 原因比较像 那开始他这样很别扭嘛 汉城讲惯了 现在慢慢好像 也就讲首尔嘛 也没有觉得有怪嘛 很多次就这样 你开始不习惯 你久了你就习惯 所以他现在叫新奇 也许我们现在不习惯 韩国炮菜 什么新奇呢 过一阵子也许讲惯了 尤其下一代 他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韩国炮菜的 他就习惯了 好 台股现在上涨84点 上涨84点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 叫做 政府完成签约100万剂 第四季到其余明后年 这个供货 加购3600万剂 莫德纳国产疫苗 恐怕完完了 这是中国时报 果然 我看今天 我看看 这个 好像 高端就跌了9% 高端跌9% 连雅刚刚跌 不过现在小涨1.53% 高端跌9% 好 那 不过也是前一阵子 涨太多了 连涨了好两天吧 的那个涨停板 就是说 当国外疫苗够的时候 愿意打国内疫苗就不多了 还是有人会打 但是 比例就 人数就会减少 主要这个意思 那问题也在这里 所以你加购100万剂 第四季 其实也不够 而且第四季 你说你 你有把握第四季到吗 那你一共买了505万剂 现在还进了100多万剂 还有300多万剂 你什么时候到你都不知道 问你都不知道 第二季什么时候打不知道 因为第一季打莫德纳 第二季只能打莫德纳 那什么时候来 他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能保证 你旧的买一季买那么久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那你新买的 你怎么能把握他第四季到呢 如果新买第四季到 那旧买照理讲第三季 之前应该要到才对 那要讲清楚 你不告诉我们 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么昨天傍晚 晚上流出一个指引 就是二级 三级要降级变成二级 指引流出来了 那主要几个重点 就是室内 从五个人变成50个人 室外十个人变成100个人 但是呢 还是要维持1.5公尺的 这个每个人的距离 室内室外是一公尺 这是我早前讲的 就是说 你以那个人数限制 蛮无聊 你应该以 到底一个人距离多少吗 对不对 小巨蛋可以容纳几万人 你也是五个人 那室内啊 那就是很小很小的空间 也是五个人 这其实不对的 他现在就把它稍微说 好吧 这以1.5公尺 就一定要1.5公尺 同时 室内不能超过50个人 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你小巨蛋也只能50个人 那有些 有些小小的店你容纳不了50个人 那就是你距离啊 你距离一拉就容纳不了了嘛 距离一拉1.5公尺 前后左右 得2.25平方公尺一个人 那你是1.5乘1.5嘛 2.25平方公尺一个人 那你一个小空间可能只能容纳个五个八个十个 了不起了 容纳不了50个人 那室外就是最多100个人 也是不管你 比如说中央府前面广场 那可以容纳10万人的 也是100个人 不过比以前的多一点 这是一个了 就是这个人数人数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餐厅可以开放内容 那当然一定会有些细的选择了 那不开放的 哪些不开放的 游泳池还是不开放 八大行业 绕境进乡 三屋营地 水域活动 没有办法全程戴口罩 那海边沙滩跟水域 占不开放 水域的各种活动 就是你没办法不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没有办法戴口罩的就不开放 意思是这样 海边沙滩 沙滩大概怕你在那边细水 那通常大概 其实沙滩细水 说一定不戴口罩 也不一定 其实你可以叫他戴口罩 反正他就是不开放 主要是昨天又增加了 30个本土的病例 突然又多了 所以本来说 昨天下午他们预备 要公布的就也没公布 那说最快周日前 这什么字啊 最快周日前 那今天也是周日前 明天还是周日前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给你拖到周日 就没意思了 因为周一是最后一天的 周二人家就要开始营业了 对不对 他总有一些准备 今天你餐厅到底准不准我内用 那准到怎么样 是要隔板呢 是梅花座呢 是怎样 那我要准备 不能你告诉我 你礼拜天告诉我 礼拜二我就要 我哪按那么快准备 所以还是要早一点讲 那也不懂你既然指引都出来的 那就去公布就是了嘛 宣布 那当然他怕可能挂一漏万 或者挂万漏一 怕中间有很多漏洞 那在滚动式检讨 我们就讲好 我们说我这是原则性的公布 我要滚动式检讨 事实上大家也知道 不可能一来就全面都关照到 一定会漏这个漏 漏那个漏漏这个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的 好那么基层诊所是生气的了 是说叫他们免费服务 给人家打疫苗 我觉得指挥中心不是没钱 不必去苛刻这个医护人员跟诊所了 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再见 谢谢 谢谢